作词 李宗盛 从我身边经过 你微笑的那刻 已融入我心窝 晴空下的你我多快乐 在约定的承诺 像是一首情歌 在心底符合 微笑代替沉默 像绚烂的烟火 就这样遇见你 不知不觉靠近 融化掉的人情 不由得我双银 我像对你有种反应 却不肯轻易相信 就这样遇见你 充满了惊喜 深刻在我记忆 拥有默契 在我生命里 让我遇见了你 有的 不知不得 有的 不知不得 在我 尊败 遇见你 一言 一言 这个故事 就这样遇见你 你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来 我再去做 陈尔路 陈美叔 你没吃早饭的吧 来 给你买了早餐 吃到饱饱 身体健康 陈美叔永远都是美美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个告诉我的 我就知道 钢铁直男怎么会突然开窍呢 陈美叔 你怎么了 怎么看你脸色怪怪的 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没有啊 我就是今天汇报有点紧张 紧张 我们在盛美叔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呀 还会派一个区区汇报演出 今天毕竟是上大学以后的 第一次公演 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更何况 今天戏主任还要为接下来的话剧 做公演选人呢 没问题的 有我帅气的小洛洛在你身边陪着你 不管遇见什么问题 什么牛鬼蛇神都不足为据 好吧 那加油吧 加油 我今天看你尽力的家人 很重要 不知道 而已 我坐这边 自己的家人 覆盖看 干嘛你 吵醒你了 他醒了没 他没醒 小心点 小心点 你做事情什么时候变了婆婆吗 你小心点 你把他吵醒 磨咖啡 去磨咖啡 甩开了宝宝贝 小心点 吵开了 吵醒了 他醒了就醒了呗 你什么时候变了严七两五了 你不会因为姐夫改变自己吧 这样可不行 确实不能太惯了 离家一杯玩火 就是因为我对他太好了 再给我提早恋的事 你都给你讲啊 都是过来人的意见 你就慢慢琢磨吧 记得磨好了 替我来一杯哦 你当这里是点餐的地方呀 你也不是义务啊 社会很残酷 钱不好赚 我给你讲 我不能让你干天上去了 少我花了一点 你少听一听 现在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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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好 你们先回去了 你们先回去了 这是我们的辅导老师 婷婷学姐 这么年轻的老师 学姐现在是表演起颜二 准备留校任教 平时辅导我们的专业课 所以就叫学姐了 这样啊 那我就跟着小美叔 一起喊学姐了 学姐好 我记得你 之前送一叔 来小剧场的就是你吧 一叔 你男朋友可真帅啊 你们太般配了 改天可以叫来 一起搭个戏啊 不不不不 学姐你误会了 我跟一叔指着发小 不是情侣 小美叔现在是学校的小工人 这种谣言可不能乱造 不好意思 是我误会了 学姐 那我先过去准备了 好 你去吧 哎 这是怎么了 还亲去了 幸亏黑也为我照上了一层面目 你才可以听进去我刚才说过的话 你一定会看到我脸上的红韵 我真想 我真想遵守礼法 否认已经说过的言语 可是这些虚文俗里 现在只好置之一切而不顾了 你爱我 你爱我吗 我想你的回答一定是是的 我也一定会相信你 这是为啥呢 为啥这么简单的用题都不会做呢 你身上这门脑子装着八卦啊 你是大人 你当然觉得简单 请踏入一下我的年龄 设身处地 为我着想一下好吗 你说我怎么比我小时候还笨呢 写作业就写作业嘛 干吗搞人身攻击啊 你看啊 我先走了 等我一下 我一会儿又有课 我跟你一块儿走 我们都走了 他怎么办 我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我一个人在家 体会孤独 像我这样生 是你个大头鬼 挑你 有这么多精准的 就因为你是精准 不能换人就去扑我 你说了 我得把你救给成语 你 你怎么提起人呀 我不要硬子大 快放开我 罗萨兰也不错了 虽然不是女主角 但你大一就能揭露这种角色 也无疑是对你实力的一种任何不适合 穿着多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我赶紧找个男朋友 不再纠缠你了呀 这 这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你们女孩子找男朋友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更何况我还说过 我们小美叔以后的男朋友 一定要特别优秀才对啊 你看 瑞哥也谈着恋爱呢 我们不还是朋友呢 所以说 我还是继续欢迎你们来纠缠我她 这 我纠缠你们也行 小美 上 我来啦 人呢 你 这怎么走了连电话都不跟我打一个 要不你先去上课吧 她来交给我管就行了 小耗子跟你 可以吗 可以 我有办法弄它 你课要紧赶紧去吧 嗯 你要听我吧 知道吗 嗯 商务交往中呢 经常有会见活动 下面呢 咱们要介绍一些 会见的礼仪和技巧 呃 第一个呢就是 咱们问候的时候啊 最好要点名道姓 好妙啊 也是带我住去玩吧 什么啊 别吵 我想到也 这是狗啊 这是狗吗 这是啥姐姐 你们还是听过一句话 天狗到最后 只会一无所有 什么天狗 你在说什么啊 别说话 先你做一句 从来这儿第一天我就发现了 你在心里上 你姐不要爱一姐 你们同样都是上课 什么你觉得你的学业 没有她的学业重要呢 是不是我们经常洗脑你 说她很优秀 你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 很配不上她呀 什么心理啊 什么潜意识啊 你说你这么聪明 你怎么追上那个李夏宜啊 我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根本不是一个工作人好吗 还真别不服人 小小小小你厉害你厉害你 你看看你说的这都什么话 什么自卑心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说的 是你老子 那你为什么不跟你家人官宣呢 那你为什么那么小心翼翼的呢 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你是不是担心 万一你俩不想现在这样呢 怎么会马上 飞掉 你是猴子派人拆散过来的吧 你平时不是一口一个姐夫 叫得可甜了吗 那嘴跟着我的蜜似的 怎么飞地跟我交人家锁边呢 你这 不如学点好天天的跟谁俩 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 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 你先 你先让我 你屁腿两小时会说话 不听成谎言 吃不如炸眼前 还有一个咱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 不要急于出示你随身带的一些资料 书信还有礼物 只有在你跟客户谈的时候 瑞哥 小帕子 陈小帕 可可 我不喜欢你啊 无所谓 喜欢我的人多了 你不差你一个 你个小耗子 你是不是都有多少人 求着你程哥哥喜欢的 真是一个比一个能锤 对 小美叔呢 他干吗不回我信息啊 他今天心情可能不好 心情不好 怎么了 是汇报不好吗 还是怎么 汇报之前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哪根筋不对的 算了 回头自己问他吧 我一会儿系主任的课 你帮我照顾好这小莫子 来来来来 我约了一个 你约什么约 你除了篮球权呢 我什么别的安排 听你哥哥的话啊 不许乱跑 照顾好看啊 走了 好了 我今天也走了 没有什么事就说 不能有什么事 我说什么呀 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该不会是烧而不宜吧 哥哥我是那样人吗 那你说 是啥事 我呀 的确要去干一件大事 啥大事 天机不可泄露 去了你就知道了 去就去 虽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事 但是偷偷摸摸的样子 我喜欢 走你 这边这边 走 走 陈浩 陈浩 你怎么来了 你姐知道吗 她很开心不知道 她帮我交给了陈小胖 跟当局背着混戒 猜见什么跟在那边比赛 而且还差点输了 我真是没眼看了 所以 我真的没主意 离我了出来 你想干什么 来我这里 我观察过了 想要一身边 只有我们 在职设上 算是同理人 姐夫 我决定了 我在回家之前 肯定离我 姐夫 我 那她是夏瑞的弟弟 这么没心 我还愿是她儿子 你给我老实点啊 我给你发信息 让她来见你 你现在对我爱大部分 我一会儿让你勾办不起 当你和夏瑞 关态关心的时候 我就愿意表演一个 小舅子的自己 那我说 你在明海 你也带过 修过 看守总还懂不懂 你们这位精神 说 你想干什么 我们将来会成为一家人 不过 对彼此也不是非常了解 你想怎么了解 需要时间 不过 我现在有点渴 我现在有点渴 小耗子 嗯 嗯 喝吧 这 这是啥玩意儿 咖啡啊 这也能叫咖啡 唐唐滨海大学 连杯像样的咖啡 都做不出来吗 是咖啡 我的天哪 你可我姐好歹也待了 这么长时间 你就不明白 它唯一擅长的东西吗 咖啡 和咖啡之间的差别 太大了 那你说咖啡和咖啡 有什么区别 那看这呗 首先 首先 是色泽 毫无美感 现在刚刚红茶颜色似 其次 是口感 我的气味量有些 没法跟你详细描述 看我这表情 你就意会一下 反正这儿的咖啡 和夏瑞做的咖啡 差远了 你这个味觉系统 咋了 有一点 有点少 走 带你去我地方 不是 不是回家吧 不回家 带你去啊 真的啊 真的 走吧 姐夫 我爱你 别我远点啊 好 喝吧 喝吧 有什么特点 有一点点淡淡的蓝莓味 但不是很重 还有一点点巧克力 推荐指数呢 三颗星吧 来 喝吧 绝配 这还可以 首先 它又有一点点醇 还有一点点水果酸味 然后呢 给 姐姐人魅心善 拉花还好看 你真可爱 这个拉花不错 你可以浸一下 这是你们的咖啡 请满用啊 这个是我们特选的豆子 纯度比较高 喝起来呢 就会比较香醇一点 这个是我们特选的豆子 纯度比较高 喝起来呢 就会比较香醇一点 这都喝了多少杯了 走吧 好 罗米欧 罗米欧 你为什么叫做罗米欧 否认你的父亲 抛弃你的姓名 也许你不愿意这么做 也许你不愿意这么做 但如果你宣誓做我的爱人 那我也不愿意再做主业的了 算了 你也不是罗米欧 我也不是主业 再买书 再买书 瑞哥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您 这家 还行 就差了点 怎么说呢 差点意思 意思 对对对 差了点意思 南希 这么巧啊 骗浪姐姐 这个可爱的小弟弟是谁啊 我 我 我是他的小舅子 我的程浩 就是漂亮姐姐 你和我姐夫认识吗 原来是夏瑞的弟弟啊 小舅子 南希 你该不会已经悄悄地和夏瑞在一起了吧 对 也不告诉我 真是不够意思 我也是靠自己的本事发现的 原来夏瑞还有个这么开的弟弟啊 真羡慕 走了 我看姐姐海报还没贴完呢 快来不及了 一个人怎么贴嘛 不如我来帮你吧 骑士可以不 那我来 一块儿下来 出行安全 这不快期末了吗 学校的闲杂人等增多了 所以学生会就做了一些海报 这不上周末 有女生宿舍被闯了空门 被偷了内衣 下了晚自习啊 还被跟踪 上大学可太可怕了 不过这只是偶然现象 所以我们学生会就做了这样的巡船海报 上面还有保安室的电话 如果遇到什么情况 可以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嗯 姐姐 你知识人美心善 不如我们加个卫星 长大了 我一定来追你 好啊 什么 这个程尔卢她这么说的 她说要跟你做朋友 哎呀我天哪 气死我了这个程尔卢 怎么又蠢又迟的又笨的 我真是没打够她 我是真的 不怪她 也许她真的没有那方面的心思吧 可能只是我一个人一厢情愿罢了 什么一厢情愿 你还不了解她吗 她那个人就是 就很迟钝啊 那么迟钝一人 都这么久了 我明事暗事都试过了 再迟钝的人也该有反应了吧 可是她一直还是把我当朋友 结果已经很明白了 瑞哥 这件事情你千万别跟她说 我不想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哎 艺叔 不说我了 没事的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陪你的恶魔弟弟吗 哎呀你可别提了 我天哪 我下午把她交给昌尔诺 然后那个还不靠服的 天哪 她带她去参加什么甘瞪眼比赛 然后没看住她 她就跑去找男妻了 那你怎么来找我了 这不听说你汇报没汇报好吗 我回来安徽你啊 过来 哎呦 好啊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 行行 邱总 邱总 带我一下 好 怎么的啊邱总 瑞瑞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今晚就可以摆脱陈浩了 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我跟陈叔叔现在在去滨海的路上 晚上我们接他回家 今 今晚吗 不是 你们不是后天才回来吗 公司有点事提前回来了 工作那肯定比亲儿子重要的 我知道 知道 提前来接陈浩 你不是应该最高兴了吗 怎么了 陈浩出事了 怎么可能呢 当然没有了 他在我这儿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 那学习也好 我刚刚就是在担心那个 防费可能不退 这有点浪费可能 就 这个不用担心 多少钱我都给你报销 好的 痛快 再见 叔叔 解气 方方 去下一家 姐姐 还喝呀 我可是个货真价实的未成年人 你这样摧残祖国的花朵 是会遭天谴的 那就回家 走公公 没事 我还能喝 严峰 我们说快改家 还有四家 还有四家 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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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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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关机一个不接电话的 这少早上过来看不见小浩子 还知道我跟乃希住在一起了 我飞了我跟你说 那我跟你一起去找她们 不行 一起找我可能浪费时间 这样 你帮我去那个学校门口看一看 或者帮我问一问 看有没有人见过他们俩 我去跟乃希住在一起 我去跟乃希住在一起 好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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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啊 还不出来 瑞哥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说小浩子带着男神玩失踪 怎么回事啊 我这说来话长 邵总马上就要杀过来 那男生就说我进不去 你赶紧去看他 我去图书馆还有建筑学院找 分手 行 行 那个小美叔呢 要不然我给他打电话 叫他 我早一说 你还给我提一说 不不 我好像说你打人干吗 我不打你 不打你 我要分手了 你打人就打人 这跟小美叔有什么关系啊 混蛋 你个笨蛋 懒得跟你说的 赶紧给我找人去 小心我吹到你的狗头 赶紧走 走 南希呢 有没有看见南希 没有 我 干啥 找天希 好像是 有没有 巴安大哥 你好 你好 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 一个这么高的挺白的 还有一个这么矮的 一个小朋友 没有 没看到 没看到是吗 南希 对不起 高婷 你有见到南希吗 草天哪 人在哪儿了呀 我的妈妈呀 夏瑞 川耳洛 我是个幻梯 你们俩怎么了 我俩没事 听说你和南希在一起了 恭喜你啊 对啊 我南神就是饼草幽主了 杨孝华 你跟我南神那点沉芝麻烂骨的事 都多少年过去了 你还打他嘴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还有点威胁性 不 不是 这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别紧张 我开玩笑的 我和南希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别多心啊 我不是特意去打听的 是今天 刚好遇到南希和你弟弟 你去见他们俩了 你弟弟特别可爱 加我微信不说 还给我发了照片 什么 什么 那哪儿让我看看 快快快 快快 我的天啊 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小男孩 跟着他身边呢 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白白的 我好像见过 就一大一小两个帅哥是吗 对对对对对 他们好奇怪啊 他们俩就点了这一杯咖啡 结果只要那个小的喝了一口 他们就往那边走了 那边 对 就那边 走走走走走 那个小美叔叔在一会儿过来呢 不是 你先别管小美叔 我们找着人再跟他说不就行了 姐夫 八杯 我不行了 找这么喝 我会喝出病来的 你可要对我负责啊 明明喝了八口 怎么就八杯了 都一样了 我可是个孩子啊 南希 小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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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明天叫我去哪 那也不能回头 听我的啊 南希 你听见吗 是啊 南希 跑 跑 跑 哎呀 怎么跑了 我们又没做啥鬼心事 你走啊 快点跑 你说话 我不行了 刚才喝了这么多咖啡 现在有剧烈人头 我会出事了 门 门 你没事吧 来 喂 少总 我带给程浩出来 那个玩一下 你 要不我给你发定位 你到这边来找他 你们安排司机过来啊 行 我给你发定位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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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老妈呀 来啦 来啦 人 人 人 跟丢了 跟丢了 南希还带个脱皮 你都能给我跟丢啊 哎 不是 这不能怪我呀 我刚从这儿过来 这突然就来了一群 这大妈旅游观光团 这等大妈走了 哎 我就不知道去哪边了 一会儿这小猴子的人就来了 那时候人又不见了 我上台 哎呀 我怎么办啊 那咱俩分头找吧 那还能怎么办 怎么指的是啊 那 那我去 我 谁啊 林夕 啊 唉 哎哎呀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啊 我老实交代 今天到底干嘛事 说老实话 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去哪儿呢你不知道啊 哎呀 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不知道我去了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去 就冲着那一口一杯架势 我正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 是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来聊一聊男人之间的事情 没大没小 你跟谁说话呢 反正不是跟你 这一个下午 我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身体 可能遭受到了不可转移的伤害 不过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解好 但你别高兴得太早 还在观察期呢 现在你们谈恋爱的事 暂时不会告诉别人 免得哪一天变故了 闹得要分手 还跟家里解释 我不 我不会 电视剧里教导我们说话 不要太骂你 我不会 行吧 我懂了 哎 瑞哥 这 是不是上走的车呀 快去 快去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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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开一下后备箱 还想去 是会用了吧 我这小浩子一天闹玩的 来死我了 那啥 你一天神神秘秘的 是不是都是为了回家 看破破说破 朋友继续做 好 那一会儿 你也得帮兄弟一个小忙啊 这都折腾一天了 肚子都饿了吧 咱们去搞点东西齐齐吧 我还要复习 我先走了啊 不 行 瑞叔 这这这种东西用不了都 小美叔的事情我还没有说你呢 过远地好好地反省一下 走 瑞哥 那 那 那是 看啥呢 没有 哎呀 我这一天要得罪谁了 你不说我走啊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彭昂 你现在我带程昊到底干嘛去了 你不说我走啊 等一下 这是什么 咖啡地图 给你的礼物 乐中有趣的 太棒了 只要那些 最后的 喜欢的 我给你的 你就还想不想 在哪里 再一次 我再次 咖啡地图 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 等下一个假期 等下一次旅行 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 毕业后的夏季 操场旁边的树洞里 保存着有你的回忆 你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 缠密是壳桌上的睡意 书本是我脸上的印记 老实的封闭 我发展靠在墙壁 看着我都消失你眼睛 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 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 你带着耳机 我推着等着的你 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 等下一个假期 等下一次旅行 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 毕业后的夏季 操场旁边的树洞里 保存着有你的回忆 你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 在墙上旁边的树洞里 在墙上旁边的树洞里 您可以在墙上旁边啊